《 》 那時 耶穌對群眾講了另一個比喻 說 天國好將一個人 在自己的田裡殺上好種子 當人們睡覺的時候 他的受的來 把柚子殺在墨田裡 便走了 等到長廟饕碎時 有子也掌料出來 博人們就前來向主人報告 主人 殺在你田裡的不是好種子嗎 那些有子是從那裡來的呢 主人說 這是受的做的 博人們就問他 你要我們去拔掉它們嗎 他說 不必了 恐怕拔柚子的時侯 連墨子也拔出來 讓它們一起長大 直到收獲的時侯吧 等到收獲時 我會對收獲的工人說 先拔拔柚子 先拔起柚子 捆起來 留著焚燒 然後把墨子收入我的倉裏 我會對收獲的 然後把墨子也拔掉 感谢观看